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8月左右 现任和退休的中共领导人都会聚集在这个海滨胜地 讨论政策制定和高层任命 这个传统可追溯到毛泽东时代 北戴河会议秘密进行 没有日程和议程等任何细节 当日经新闻的记者周五到达那里时 这个地区已经被封锁了严严实实 在通往度假村的高速公路出口处 一名警官检查了他的车辆 甚至拍下了一个铅笔盒内的物品 进入北戴河市区后 另有一名警察跑过来说 记者涉嫌非法闯入一个检查站 并没收了他的车钥匙 即使在误会澄清之后 两辆黑白面包车仍然在记者访问期间尾随其后 在家自住餐厅坐下来吃饭时 一对看起来像便衣警察的人坐在附近的桌子旁 像老鹰一样看着他 森严的安保措施使人清楚地意识到 中共北戴河会议正在这里进行 习近平可以亲自前往北戴河 以安抚据说对他感到不满的党内元老 一名内部人士表示 部分中共高官已经取消了8月份的日程安排 以防被通知要前来这里 但是也有传言说 习近平今年不去北戴河 中国媒体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是 对去年夏天 北戴河中共高官的行踪完全没有报道 随着彼时新冠疫情爆发和习近平与元老们及其意见保持距离 一些中国观察家推测 他根本没有参加会议 如果接下来北戴河方面依旧没有消息传出 便可能意味着习近平又一次缺席 这种趋势表明 习近平已经巩固了权力 可以自己做出人事和政策决定 而党内大佬已经丧失了发言权 根据中共七上八下的潜规则 在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党代会之前 年满68岁的高级官员必须下台 习近平现年68岁 正常情况 他应在2022年二十大上卸任 但是党内一些人声称年龄上限并不是绝对的 习近平打算让自己成为一个例外 北京一所大学精通中国现代史的教授说 2002年江泽民退休 据说江西之间一直分歧 而这位前领导人缺席今年7月1号中共百年庆典 表明他的影响力正在进一步减弱 这给习近平一个提振的机会 另一个关注焦点是 李克强的总理任期将于2023年3月结束 届时谁将接替他 今年3月全国人大授权人大常委会 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 可以决定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 即包括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委员 这意味着李克强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 甚至完全被架空 也为习近平任命他所信任的盟友铺平了道路 据信可能的人选包括 自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以来 与他一直关系密切的人 如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尔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和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而现任副总理胡春华 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未来的总理人选 但据说他已经失去了习近平的青睐 胡春华和李克强均被视为团派 而团派是习权力的竞争对手 但胡春华的管理能力在中共党内广受赞誉 因此党内很可能会就他的继任 展开一场内部的拉锯战 中国核无野心膨胀 一再建导弹发射警 据纽约时报报道 西方国家不断炒作中国扩张核武力 继《华盛顿邮报》宣称 找到中国在玉门建造的 119个导弹发射警后 7月26日 纽约时报又援引智库人士消息 称中国在新疆哈密地区 又建造了110个发射核导弹的发射警 这使得中国再建核弹警的数量达到250个 纽约时报称 这种大规模核弹发射警的建设意味着中国将建设和美俄一样大的核武库或者准备一种代价高昂的谈判策略 此次宣称发现中国核弹警的智库是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核专家 他们利用行星实验室的商业卫星图像确认了导弹警的位置 并与纽约时报分享了这一发现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两位核专家马特·科尔达和汉斯·克里斯·腾森 在一份关于中国新导弹警的研究报告中写道 玉门和哈密的导弹警建设是中国核武库有史以来最重大的扩张 他们在报告中称 新发射警之间的距离不到三公里 建筑工地占地约300平方英里 与同样位于沙漠中的玉门导弹建设工地面积相仿 这些专家表示 中国就算短时间内无法制造出足够填满核弹警的导弹 也可以通过挖警的方式增加核威舍力 他们说 美国人并不知道导弹具体部署到了哪个警力 不过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拒绝就中国核扩张的证据置评 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是美国媒体一个月来 第二次聚焦中国建造大量核导弹发射警 《华盛顿邮报》6月30日发布独家重磅报道称 中国正在甘肃玉门附近的沙漠地区 建造119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工地设施 这些工地的特征与中国现有弹道导弹发射设施相似 而如果算上中国其他地区类似的设施 中国正在建造多达145个核导弹发射警 针对《华盛顿邮报》的上述报道 中国媒体辩解必谣称 这些导弹发射警实际上是锋利发电机座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武统台湾获出此两招 中国军机不断袭扰台湾空域 并在台湾海峡周边进行实战演习 引发中国加速侵台的联想 美国媒体分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会在短期内武力侵台 但仍会使用军事恐吓 外交孤立 经济威慑等致统逼统行动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防部在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中表示 灰色地带战争是包括中国和俄国等修正主义强权 在非武装冲突的竞争下 利用腐败掠夺市经济宣传 政治颠覆代理人 以及威胁或使用军事力量来改变一些国家 报道提到 灰色地带的很多手段与中国学者最近提出的制统 逼统等策略有很多相似之处 中国学者认为 两岸统一除了和统五统之外 还有第三条路可走 也是上上策的制统 即以最高智慧采取最佳路径 最优方案 以最快速度最低代价完成国家统一 中国学者提出的制统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制定新宪法 按照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完成统一 二是采取军事外交法律等手段 定向定点定时打击清剿台独势力 三是中国与外国反中势力的较量持续进行 当中国统一的能量足以阻挡 反中势力时 统一就会水到渠成 另外也有人提出逼捅 就是在最后动武之前 对台湾实施综合手段进行逼迫 逼迫台湾党局通过和平谈判 跟中国实现和平统一 包括经济贸易 民生科技法律等等手段 以及占领外导等行动 中国买买买 仍未打美中贸易协定目标 据自由财经报道 中美两国曾协议 中国在未来两年内 将至少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 不过现有研究分析指出 中国仅购买不到今年目标的70% 根据CNBC报道 美国比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分析得出 尽管中国对美国的进口量有所增加 但中国购买美国的商品 仍低于当初贸易协定的水平 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之前 中国与美国曾达成协议 未来两年内购买至少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 包括特定的农产品和能源 但截至今年6月 中国和美国数据均表明 中国仅购买不到今年目标的70%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 上半年中国自美国进口增至879.4亿美元 比2020年同期增长55.5% 较2019年增长近49.3% 中国在2021年上半年 向美国出口价值2528.6亿美元的商品 比2020年同期增长42.6% 比2019年上半年增长了26.8% 从单一国家的角度来看 美国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过去几年中美两国持续课征关税 形成两国贸易战 美国财政部长伊伦认为 关税对美国经济没有帮助 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辛玉也认为 两国应当取消或降低关税 帮助推进未来的贸易谈判 且在物价涨幅快于预期之际 也将有助于控制美国的通胀压力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八部门联手整顿科网平台 最终恐拖垮整个行业 据自由亚洲报道 中国八部门联合发文 要求平台企业制定抽成比例 需听取公会或牢方代表意见 业内人士认为 当局此举主要是针对网约轿车和外卖平台企业 听起来有利于劳工 但实际上增加企业的负担 对民营和科网企业造成沉重打击 中国多家传媒报道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八个部门 共同印发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意见指出 各地要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地就业 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劳保险的户籍限制 同时强调 以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乘货运等行业的平台企业为重点 组织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平台企业应当按规定参加 熟悉网络平台的业内人士肖辉指 当局近期针对互联网、电商、教育培训机构、房地产商出台的措施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与钱有关 肖辉说 再到现在打击网约车平台和外卖平台 是要控制所谓资本的无序扩张 因为中共认为 目前社会产生的所有问题 都是因为前20年资本无序扩张引起的 所以现在对资本聚集的行业要一个一个去打击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今年来平台经济迅速发展 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加 国务院8部门发此次出台指导意见 是督促企业向提供正常劳动的劳动者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 不得苛扣或者无故拖欠 肖辉认为 新措施提高了企业成本最后转嫁到消费者 外卖员时收入则会减少 肖辉说 为了这些外卖员支付四金、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工商险 肯定会获得社会赞同 可以改善工人的生活质量和工作环境 从美团等平台业绩报表看 采取新措施会大幅增加成本 这势必引发该行业的崩溃 金融学者司令指 当局重点整治平台企业是因为经济面对下行的压力 导致财政收入锐减 司令说腾讯、阿里巴巴饿了吗 这些互联网平台对于遵守中国政府的措施相对属于比较好的 所以中国政府无法再从这些企业榨取油水 就按照劳动法让这些企业落实无险一金 其实进入政府财政的口袋 同时当局敦促企业制定修订平台 进入退出、订单分配、寄件单价、抽成比例、报酬构成及支付工作时间 讲成等直接涉及牢房权益的制度规则和平台算法 充分听取公会或牢房代表的意见建议 将结果公事并告知劳工 业内人士认为 最近一段时间 政府推出一系列所谓整顿措施 实际上重创了其一手扶植的支柱型民营企业 比如民众不可或缺的校外培训机构 解决了近2000多万从业人员的生计 一旦这些企业被摧毁 那么原本财政状况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 如何负担教育费用 就在上周三21号 中国打击校外培训机构 导致相关企业的股价急错六成 本周腾讯阿里巴巴等股票紧随其后 跌幅超过一成 中国副总理刘鹤本周二 在中小企业论坛开幕式上说 中小企业能办大事 中小企业好 中国经济才会好 不过有民营企业负责人认为 现在很多中小企业面临倒闭 而大型民企的负担越来越重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微信暂停新用户注册 网友已有猫腻 据联合早报报道 微信已暂停个人新用户注册 注册入口已关闭 预计8月初完成升级 并恢复注册 据快科技报道 记者获悉目前所有用户均无法再通过微信手机端 注册新的微信个人账号 即使更换不同手机也是同样不能注册 对此腾讯客服回复称 目前平台系统正在进行技术升级 期间暂停微信个人账号新用户注册 预计8月初完成升级并恢复注册 值得注意的是 针对此次微信暂停新用户注册 有网友透露 微信此次进行技术升级 或是为了配合清风计划 整治网络环境 据了解7月21号 微信安全中心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 微信平台一直致力于 为用户提供绿色健康的生态环境 根据国家网信办清朗暑期 为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工作的统一部署 进一步优化用户网络体验 维护青少年身心健康 自即日起 微信平台将启动为期 两个月的清风计划2021 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 专项整治行动 整治内容包括清理直播 短视频中16岁以下 未成年人出境 诱导未成年人打赏等 对存在上述行为的账号 包括但不限于公众号 小程序视频号等 平台经查时候将实时相应的能力处理 并删除有关内容 针对多次处理后 仍继续发布违规内容的 或故意利用各种手段 恶意对抗的账号 平台将对账号永久停止提供服务 消息一出也引起网友讨论 有网友表示 高情商 技术升级 低情商 上面政策要求的 都知道是为啥 别找技术性借口 技术升级吗 能信吗 因为技术问题损失这么多新用户 马化腾还不炸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